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實戰三國》 《實戰三國》是一款全新的三國卡牌策略遊戲 遊戲也擁有了多遠的戰鬥手法 盡情享受顛覆角色設定、策略戰鬥的樂趣 在遊戲中,玩家將敗一名兵族 在擊敗死去的和少帝的同時 卻發現少帝的屍體變化成屍鬼 同一時間,很多死去的武將也都變異了 也包含了殞民禮物 這個三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屍鬼時代 一開始玩家可以選擇10種屬性的類別 分別是青龍、百虎、玄武、朱雀 這個屬性則是會相對應各國人物的屬性加成 也就是初期的流派玩法 一般我們在遊玩時,很像是動作類型的感覺 不管是進入軍營或者是城市 都採用3D的遊戲畫面 在進入戰鬥之後,就變成一般的戰鬥畫面 加上手動釋放技能 不過遊戲的畫面還是很棒的 每個角色在使用技能時 也都會加上特殊的動畫驅座展現 遊戲也加入了非常多的玩法 像是擊敗系統或者是合計技能 也都可以帶來更大的傷害效果 而遊戲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一開始選擇主角的流派玩法 稱對各國的特色驅座安排 像是無果的角色,就會有火焰的效果 在戰鬥中就可以給予燃燒還有失去傷害 而群雄類型則是會有負面的狀態 而我個人覺得最特別的就是蜀柏 他們附加的狀態則是連擊效果 可以讓角色們不斷出發追擊 大致上就是一個追擊隊伍的玩法 而在劇情上面也還蠻不錯的 像是劇情到了溫酒斬滑熊的地方 就變成關羽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強 琴音喝下了深入獅鬼血液的熱酒 幫他提升了自己的力量 整體遊玩的感覺還蠻不錯 而且福利的部分也還算可以 目前遊戲已經上市了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施戰三國一變覺醒》 對它又是一款三國的手機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個人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我記得應該是在一年多前 他好像有測試過 但是我個人是那時候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這次是正式上市在台灣正式上市 我們趕快來試看看吧 欸這有一個 喔這在下載難怪覺得有一點點慢 但是他下載完之後會送666元寶 好啦那我們往前走吧 喔不要這個 不要有這個 喔 上前查看 可是為什麼沒有前面的一個劇情啊 喔動畫來了 靠怎麼有這麼多這個東西啊 可不可以不要有這麼多 這個是對的嗎 這麼多 我的畫面怎麼都是這個啊 喔有了 跑掉了 大角蟲 挑戰boss 為什麼這邊這麼多boss的 挑戰畫面啊 好怪喔 這是他的bug嗎 還是我等一下跳出去看看 喔 原來你們藏在這兒 原來你們藏在這兒 你們幾人與刺殺丞相 為罪前逃 殺出上帝的情境 喔 呃 呃 禮布來了 欸我怎麼在後面 那先說一下他有四個職業 他對應其實 四種的 不同的陣型屬性啊 這是蜀國衛國跟吳國 然後還有 群國 群國就是所有的那個人物嘛 群熊 欸這是不是大個啊 還是我沒有按到什麼東東 還是他前面是故意的 啊 好了花了一點時間把關掉 他其實是要把那個 人物關掉 人物的應該是說對話的 彈幕關掉 不過有點麻煩在旁邊設定 好我們直接開始 不會因為一開始啊沒有劇情 所以我們就只好 只好等劇情完之後我們才可以做控制 好得到了一個 點將招募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快一點 他這個玩法啊 就比較跟大眾一樣 但是因為他劇情很蠻特別的 大家就有看到就是 以僵屍嗎 或者是喪屍為主 就蠻有趣的 好我們來做一個合擊 升級 兩個人都升級 通關四個關卡可以送 強力輸出神將 那我會先講一下 為什麼他會送這個神將啊 那因為我選的是 火焰系的 他送那個神將就是火焰系的 需要的火焰系的人物 然後其實你看 在過劇情的時候啊 都是這種3D動畫 我個人覺得蠻棒的 這是 啊我想起來 張寮啦 打得贏嗎 他自動幫我們調成兩倍加速啊 動畫是真的有水準 剩半條血了 劉備為友方可以增加 連擊點 劉備他們那個蜀國的技能啊 就是屬於 會一直 增加那個攻擊 攻擊速度 跟攻擊 的次數 他攻擊完之後啊 會因為劉備的技能之後 你看又增加連擊招式 所以其實我覺得蜀國的蠻好玩的 然後第二個會玩另外一個國家就是 衛 說錯了不是衛國 是那個吳國 因為吳國的部分啊 他有那個火焰 有持續燃燒 然後第二個會玩另外一個國家就是 然後重點是他可以無視傷害 所以也不錯 喔 坐騎 什麼時候有坐騎啦 喔 很跩喔 什麼時候有坐騎了 是你啊 又是一話是鬼 再過三關 送無國升降 關卡是只是真的是關卡 不會久耶 就一關兩關而已 91個人 沒有沒有我這次來的是11個人 91個人 有沒有 魯術可以造成前排有灼燒效果 太史詞可以引籃一次灼燒效果 所以他前面的狀態是讓你選 要怎麼樣 決定你自己的人物 好不好 那我覺得魏國最無聊啦 魏國就是 增加防禦漏盾 然後我忘記最後一個是 群國嘛 群俠國的話 就是增加毒術跟控制 毒跟控制 那龔森戰就是群俠 麻痺 其實也不錯啊 有合體 然後又有單體 又有一些很多玩法 我覺得 整體玩起來內容是ok的 劇情啊 劇情啊 什麼都還不錯 劇情啊 什麼都還不錯 來 剩下 兩關嘛 反對嗎 我記得董主出手 他發自風險經 王主 小將願意一事 他叫做 明龍關羽 你 你 這位裝飾竟然 若關某未能變作一環 真是 靠啊 劇情原來是這樣子 這位裝飾竟然 好帥啊 這樣有帥 這個小將會 這誰啊 華雄欸 增加了3倍數 也就是說他前面教學 都只是為了讓我們玩家 就是熟悉操作而已啦 後面就可以讓我們趕快打 我 我就會脫塌一 有幾脫塌一 哇幹他連加連加什麼時候 等一下就是武國神將 等一下我們那個坐騎只剩35秒怎麼回事啊 回到了主城鎮 也就是說我們那個教學結束了 那重點是他有送很多的一些 那個叫什麼 兌換嘛 VIP嘛 這就比較簡單 就突破之後啊 就是會開啟一些技能 所以一開始啊 大家就要選好說到底要選哪一個國家 這馬超欸 馬超跟黃中欸 可惡我這次選的是吳國 我 看我就覺得 衛國感覺最弱 加防有個屁用 好 收集圖鑑3-6 喔直接領了 獵人是獵人最好的夥伴 所以是一次得兩個人嗎 呵呵呵 一人一狗 欸我可覺得一開始就送我覺得OK耶 2-1就送第二個也太佛了吧 這樣子玩家怎麼花錢啊對不對 而且因為一開始只有一個神將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造成火焰的效果 他就沒辦法點燃 欸有欸 我們自己主角就有了嘛 那我這裡有點燃效果嗎 欸沒有啊 他直接幹掉他們了 所以也沒辦法看他有沒有點燃效果 我們來看我們這個主角是不是有啦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欸這是我主 我們欸 看一下啊 這個是有 那我們的陣容 陣容他的 技能 引來目標時額外造成80% 也就是說這個搭配我們主角是可以的 一開始就可以了 要 給炭熱 濁 跟漢獻地 這個是漢獻地的耶 是嗎 不是這個魚吉啊 看不到他的技能效果有沒有造成隱藍 我覺得我們的主角可能要升一下等級囉 來不及,剛剛忘記了 他可以關掉他的技能使用 有嗎?有嗎?又死了 又死了 有動作耶 董卓跟董白 而且董白在其他的遊戲內容裡面也會有這個人物耶 糟糕怎麼感覺打不一定的樣子 你拿走一 prescribed 你可以拿走一趟 他就沒事了 我來把他打開 有了 好 最後了 打這個呂布 幽冥鬼火 是我把他的語音按掉 到洛陽 我們要進到洛陽裡面了嗎 統領是我們的人 我就好像要把後面那兩個人物加強了 3-6 4-10 來了 領取領取 前排 第3章 期盒或許失聯給將軍 讓我們向正 請在先後的 先把等級都提升好了 好 怎麼樣魯述在前面啊 我真的有兩倍燒喔 再加一個合體劑 再加一個合體劑 先把軍隊出現 不許欺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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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許欺負人 使用武器 敲手